因為這場會議也傳出就是說在裡面開會的人 都一直在誇獎高雄市政府的防疫很好 尤其是他們是勞工的城市 應該會有很多勞工的群聚 但是他們是說高雄市是防疫的模範生 相較雙北來看的話 他們說從現在的各縣市流行曲線圖 認為雙北是太早放手了 市長怎麼看被獎太早放手 那會不會覺得現在是有一直被放 被放話的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是這樣,很多東西,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我的意思是說,這個比賽也沒開始 一般一旦你開放邊境 好歹也要超過總人口的5%以上 10%是正常,甚至在韓國是34% 現在台灣總共才感染了幾多少人 我們現在總人口的3%都還不到 台灣總人口的3%都不到 所以我要講,比賽還沒開始 繼續再看下去 那你有覺得被帶風向嗎? 現在一直在被帶風向? 沒有啦,我跟你說 認真做事 不要整天這樣整個不正在,在補什麼